霍启刚也太爱郭晶晶了吧 纠正小朋友这段能看到他得意的小表情 说到跳水界的中国运动员 郭晶晶的名字应该会被不少人熟悉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郭晶晶在比赛中发挥几乎完美 一举拿下了女子单人三米版冠军 与女子双人三米版冠军 自此 郭晶晶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她成了跳水界的一姐 当之无愧的跳水女皇 在14年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31个世界冠军 就是这样优秀的郭晶晶让霍启刚一见钟情 开始了她的猛烈追击 在2014年5月时 霍启刚与郭晶晶在访港交流会演第一次相遇 平日很少会主动问明星或名人合照的霍启刚 那时看到郭晶晶也化身成小粉丝跟郭晶晶合照 还一共找他合照了两次 在第二次合照时 还被郭晶晶问 你刚刚不是拍了吗 霍启刚便敢害羞回答 刚刚是大合照 我拿不到照片 就这样霍启刚一步一步展开自己的追棄计划 正因为霍启刚的死缠烂打 总是无时无刻出现在郭晶晶眼前 同时一惊险细心的一面 立曼热那项个性的晶晶都打开心房 最终成为恋人 也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霍启刚也非常的尊重郭晶晶 在郭晶晶嫁入霍家后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要求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要写上郭晶晶下嫁霍家 能感受到霍家对郭晶晶的重视 而霍启刚也非常疼爱老婆 霍启刚说 郭晶晶婚前是我的跳水冠军 婚后是我的超级太太 总之一句话 她永远都是我的女神 郭晶晶虽然已经嫁入豪门 可是她的作风和品德一直被大家敬仰 不管她参加什么活动或者参加什么聚会 都是非常朴实大方 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 很多人好奇 郭晶晶嫁到家财万贯的豪门 家里是谁来管钱呢 节目上霍启刚也为大家揭晓了答案 霍启刚掏出钱坐地铁 被郭晶晶一把拿走 霍启刚的反应好宠溺 一句老婆管钱彻底暴露了郭晶晶的家庭地位 不得不说霍启刚真的太宠了 不知不觉中他们也已经结婚十一年了 在这十一年内郭晶晶和霍启刚超级恩爱 两人还拥有三个孩子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上 郭晶晶和霍启刚都非常默契 虽然他们很有钱但是还是相当节俭 堪称豪门界的一股清流 两夫妇从不追求奢华的物质享受 在晶晶身上甚少见到扩胎会用的名牌手 他们又会去到长州排托扫街 难怪被外界称为最贴的豪门夫妇 而且郭晶晶在教育小朋友一非常贴的 会带小朋友做公共交通工具 会一起去体验农工生活 一家人在放假时会一起做家务 参与慈善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为孩子灌输正确的教育 相信他们的家庭一定非常幸福美满 给大家看